Hello 大家好 我是胖佳 今天呢我想要做一名大学生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选错科系 或者是我们说选到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科系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那先说一说我自己的故事吧 就是我之前呢有很多次提到 我是一个文科很不错的学生 就连我在我们马来西亚高三同考的时候呢 我的文科呢是考得比上科好的 但是我就不懂确认哪一根筋 就是一直觉得我一定要读拆经类的专业 所以就搞到我呢选择大学的这个范围啊很小 因为我的上科的成绩加起来没有文科的成绩好 反而我的文科成绩呢是大概20点左右吧 对就符合蛮多学校的一个申请要求的 本来就是却能跟进啊 双眼被蒙蔽起来了 好这些都是一些从联网诗啦 那我是在什么时候察觉到我不适合我这门科系呢 就是大概在我大二的上学期吧 就已经察觉到我有一点点不太适合我读的这门科系 到了大二的第二学期呢就更加的明显知道 哦我真的是不太适合这门科系 或者是说我真的是不太适合财经类专业 我不是一个财经类的人才 因为我的兴趣啊其实真的不在财经类专业 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爱去研究一些经济啊 或者是金融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学校呢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大一是留学生的课 大二开始才是那个专业课的开始 所以上了大二过后我的成绩啊 就是呈现非常严重笑话的趋势 如果你们好奇的话 这个就是我大一到大二的整体的这个成绩啊 然后如果要问说感觉是什么的话 就是打击非常的大 然后加上因为我有一些原因啦 所以我其实对我来说 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后路可以退 所以我只能就是咬牙继续读咯 其实在过去我跟中学生聊天的时候 会很明显的发现一种现象 就是可能很多学生真的搞不懂上大学意味着什么 其实也不要讲你们啦 当初的我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呢 我想是因为很多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 很多都是没有上过大学的 然后身边有读大学的人也不多 所以我们缺乏的是有人给我们做分析 那上大学前呢 可能老师就会告诉你说 哎上大学就轻松了 要不然你的亲戚朋友就会跟你说 哎你不上大学你会很吃亏哦 因为现在满大街都是大学生嘛 或者是朋友问你想读什么科系的时候啊 我们就说哎我不知道啊随便啦 所以就造成我们有一个假象就是 我们上大学就对了 所以我的科系吧 就财经类呢一向来就会给人家感觉就是啊出入很广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也没有什么错 但是实际上啊这个实践呢 跟你的这个读大学是两回事 因为读大学的话 它会更重在那个theory上面 考试的时候不管是什么科系啊 老师的出题方式不再是你随手翻一翻你的课本 你愿意的去看它就会出现在你的考题上面了 no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以为你已经很了解你课本的内容了 但是一三比一三还高 就是你读的东西跟你考的东西很有可能是两码事情的感觉 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去翻阅资料 然后长期的去做实题 然后去吸取老师教授的那些知识 然后再去巩固我们的知识 然后再去破解那个考题 不信的话等你们以后上了大学 你们去翻下你们大学课本的后面 你们就懂我意思了 就是你们了解了课本是一回事 但是你看到习题的时候 如果你就是看了然后看不明白 然后又没有答的话 你就会觉得哇这题怎么做好难哦 而且所有的科系啊这些全部都变得非常专业 所以如果再加上你自己本身就不太喜欢这门科系的话 你就会一直处于一个垂石挣扎的边缘 因为你又不会 你又不想要挂科 因为一旦挂科的话你就会影响你的GPA 然后又会影响你要重修或者是补考 甚至是可能会影响你下个学期的一个安排 甚至可能更严重的话就会导致你掩蔽 而这种情况呢不仅仅是出现在过谷的身上 其实很多人都有出现过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那有时候呢我会就是去给学生做一下分析 学生到底适合读什么啊 可是呢在很多学生身上都能看到一股干劲 我先说完这个干劲呢也不是什么坏事啦 就说虽然我的A没有B好 但是我就是想要读A 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也就是不太好阻止嘛 但是我就希望学生们能够记得一旦你选择了过后 你发现你没有什么后路可退的话 就要好好加油 然后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面对自己的一个这样子的选择啦 所以我还是希望未来即将要升大学的朋友们呢 能够就是先想清楚自己的条件 再去选择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科系 因为至少这门科系呢是你喜欢 是你感兴趣的且愿意研究的一个科系嘛 那话重点呢愿意研究 因为有时候我们越喜欢研究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越感兴趣嘛 那当然今天给大家做的一个分享啊 还是要看因人而异的 因为可能不是每个人的条件都跟我一样 有可能有些家庭呢就是觉得你的这个读的course太贵了 或者是说哎觉得你要出国读书 我们家里没有这个条件等等啦 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咯 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